没错 给了 看不到 玩具TV第20季第4集 每次都会爆厂 每次都要打算 虽然迟了一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为了省时间的关系 已经准备了这个 首先盒子 我马上给一个靠近 这是什么? 这一款是Diacron Wa-ru-deo 麻烦一下 这个盒子是这样的 没什么特别介绍 这一款 这个 卖点 可以有机器人形态 卖点是型 我以为是 卖点是型 可动 比较美型的 一个昆虫星人的 一个产品 可动方面 既然可以放到这样的姿势 也证明可动是有一定程度的 保证 为何和本身 九成的玩具的可动性 纵使机械人形态 都完全是 丧玩丧扭 踢脚都没问题 为何我这次会选择 首先给大家看结合形态 当然是有原因 我交了这个功课 给大家看看 很英俊的面孔 很有主角 对 很有主角 很英俊 其他功能 整个机设 一般的可动性 水平转 肩膊 都不用担心 全部都是我专程的介绍 因为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兵器 有一把大剑 一把大剑 一把剑 两把一红一绿 是金屬色,金屬綠,金屬橙 首先可以握上手,我握上手給大家看 它是有可動手指的 這個可以握上手 也可以握上手 那些衣服全部都是近身戰格鬥武器 對,讓我看看 其實這把劍是可以拆開兩塊 除了可以分開的兵器外 待會玩變形也會更多變化 這個也可以握上手 原來是金光飛天鑽 對,一邊有一個風火輪 另一邊有一把兵器 這兩把劍可以分開鴛鴦地握嗎 當然可以 分開鴛鴦地握 雙手匙多 也是可以的 麻煩David跟著我的手 很棒 也可以的 好,再看看這個帥哥的樣子 以及駕駛艙在胸口 我待會再插給大家看 當然也有一個小駕駛員 有一個小小的昆蟲星人 它的駕駛艙跟之前的蟲蟲駛艙 是否類似的 類似的 也是 這些小型的昆蟲星機械人 它的昆蟲星人是需要跪在裡面 比較辛苦 比祖拿大人蟲 有一個很漂亮的背包的噴射器 真是漂亮 就這樣機械人形態很漂亮 機械人形態 我真的剛才說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因為重點不在 重點不在 而且今晚有很多話 好了 有多漂亮 真的不多說了 頭當然也是活動 好 接著需要攝影師的幫忙 真的 因為我接著要把它大解放 這隻東西 可以說是可以完全插件的 我就在這裏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你把鏡頭放在桌面上 看到嗎 大概 等等 等一下 這樣 好 好 首先我把背包拆出來 背包這些位置也是可以拆出來的 它本身有很多件 即是無論是手腳腳 都可以拆成不同的件 而且這個背包 都本身有些關節 其實我還未摸透 如何詳細地玩它 但大家看看 它也可以變成很多不同的形態 譬如變成其他 戰機 戰車 食材專便 當然 Davin 不好意思 你跟一跟 這裏 接著 整隻東西 首先就是上下身開拆 上身 頭便可以拿出來 背包有些鬆 其實我覺得它不單止背包有些鬆 這次有一個問題 我待會會慢慢解釋 不是解釋 即是會跟大家說 這次唯一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以往的 如果你說是缺點的話 它因為某一個結合的取捨 即是它那些結合件 我一邊說一邊拆 我不能再說 手臂又可以拆 我慢慢拆 就不能再說 就不能再說 也要的 背包像雞蛋製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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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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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因為我發現 有些什麼 有些少少舊 有些少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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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地獄都可以 好 好 拆了這麼多件 唯一 我有一件 沒有說怎麼可以分拆的 就是這個 背包 對 還有大腿 還有膝蓋 這個就是比較無法拆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原來 它 先替靈性韓韓 扭反正 這個本來就是我機械形態的膝蓋 屁股 膝蓋 原來膝蓋 有乾坤 是可以 變了腳 變了矮腳 有矮腳板 當你有矮腳板的時候 你就可以製造一個矮的昆蟲星人 例如這樣 插駕駛艙上去 接著你可以嘗試一下 譬如剛剛用的腳 剛剛用的腳部件 腳掌 當然可以變成一個鉗手 找回一個 其實它告訴你 剛剛的 之前的手肘 就是這個之前的手肘甲 都可以變成一個鉗的 這樣可以看到 這樣可以看到 剛剛的手肘甲 其實當它在手肘甲的時候 這裏就是一個連接的 等一下 在這個機械道 這件碗具 有不少的位置 它是用了這兩顆筍來做連接的 正如剛剛所說 背包可能會有這麼多鬆 而這一個 亦都比較在以往這系列的產品 它是裝短的 對,裝短的 但問題是 如果再長一點 容易斷 對,裝短的東西 其實是不太大 你會看到它是很小的 那怎樣可以把這些筍 把它收起來 變成一個鉗 就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一個鉗 就是一個鉗 而收起來的時候 就有兩個筍 即是它算盡 便會變成這樣 你說是否很鬆 又不是很鬆 我玩給大家看 這裏也是兩顆筍 手臂也有兩顆筍 通常這裏就是有三個孔 你把筍插上去 說明書裡教你 就像我剛才所說 用手肘的甲來做手掌 但我不喜歡 我喜歡用剛剛的腳板 所以Diacon是自由的 對 不止Gunbra Diacon也是自由的 其實我沒有耐性看說明書 玩Diacon 因為你根本是不需要 你真的不需要 說明書是一個阻礙 即是有變於其他玩具 趁你變成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管身 它那些封蓋式的變形 和這個變種 它是無限伸延之餘 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可以讓你選擇 不止一版 下一版也是 只要你有創意 只要你有金錢 你就可以拼出無數 無限的變化 這就是單日窮恐可怕的地方 譬如我把這個 放在上面 好像有炮彈 首先這個已經有一個新的形態 這個挺有情懷的 因為很像那個 當年的大國的裝甲 對 像那些矮矮的裝甲 我覺得比它之前推出的 這個版本還不錯 而且大腿的可動性 因為本身是機械人 它保留膝頭哥的裝甲 大腿的吹平轉 所以也是一個挺好的 昆蟲星人裝甲服 這個很漂亮 對 然後就是自由活動時間 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做了一些功課 很厲害 等一下 先開開 德哥可能可以 反而觀眾想看德哥的手帽 要露手帽 好 好 其實我試過很多 小心 就這樣拼 我都拼了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這隻 雖然剛剛說過 會有些鬆緊度的問題 少許 我覺得不是太誇張 剛剛 趁現在有少許空檔時間 讓大家看看 多麼可憐 這些昆蟲星人 謝謝 可以 可以鬆近一點 麻煩 對 這個有點硬 我覺得 把昆蟲星人 這樣摺在這裏 怎樣坐的呢 就是 把昆蟲星人對摺 然後很安詳地 放在這個 球狀的駕駛艙上 摺在這裏 這裏不是第一次的 真的沒喝光 我嘗試很快地 變少許 其實他 書評書也有說 不過我就不太理會書評書 你真的 自己喜歡怎樣組 書評書 自己喜歡怎樣組 就怎樣組 但窮也是很自由的 這裏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 巴雷龐都推出了這麼多年 尤其是昆蟲星人 都推出過很多 產品 我覺得昆蟲星人的產品 也有少許參差 而且有很多蟲蟲 好像不是每一隻都有明顯的性格 蟲蟲很一般 但這裏真的完全是 這裏是拉高 這裏我覺得 如果你是選擇來買的 就買這裏 好 比如這裏 之前這裏是值得買的 我選這裏 這裏也好像有兩裏 這裏? 這裏也有兩裏 如果我忘記了 所以我自己也頗推介這裏 這裏 我看看它將來的別色會是甚麼 我也是看清楚 大佬 對 會有很多 它這裏 其實說的形態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 我反而是嫌它的顏色 其實是青了 不吸引 我只可以說這個配搭 可能有些靜色 黑色的霸道 顏色 那這裏是時候的 所以大家可以等一等 正如德哥說 相信它也可能會有其他顏色 給大家選擇 然後 像現在這樣 我便做了一隻 一個雙鑽的雙頭 類似戰車和戰機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有類似的蜻蜓 始終是昆蟲 類似的蜻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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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拆出來的 這個空火輪 中間的心是可以拆出來的 這樣就可以穿在你的地方 是的 它的圓圈是適合的 所以很多位置都可以配合 很多位置都可以套下去 你喜歡套下去就可以了 果然是自由 一件部件也沒有浪費 剛剛的機械人便變成兩架了 其實我做了很多功課 不止這個形態 不過算了 因為今天就太多 讓一些功課的朋友看看 對 它的清瓶也很漂亮 是的 我覺得很奇怪 原來真的可以完全變成兩架 先看看 我還有一些功課 譬如 譬如可以變成這樣 這樣的戰機 又或者再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變成這樣 我從上面拍下去的 有鉗在前面的戰機 哇 這都是全部部分都組裝進去 這屆 總之 不說太多廢話 如果你是選擇款馬 這隻我強烈推介 因為真的有一點 回來的感覺 這是很多變化 你可以沒有了 我都放在家裡 你看到我的照片 就知道我是放在家裡 沒有了幾十 沒有了很多客人 完全是感受到 這個 玩玩具的樂趣 是回到這裏 這個 這個清廷真的很帥 是的 不用怎麼看說明書 很多東西都可以自己去 它說明書 真的沒有怎麼教你玩 其實這真的很多東西 可以自己想出來 所以這隻是很棒的 好了 今天先玩了這麼多 今天先玩了這麼多 記得是你想怎樣玩都可以 所以你買回去 你自己慢慢研究一下 自己哪個形態喜歡 沒錯 好了 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